对不起 刚才吃完饭有一点困了 所以就睡了一会儿 然后没想到过时间了 实在对不起 我们最熟知的应该就是电视剧《走向共和》里伊藤博文的那一句话 我们日本击败大清并不是靠了枪炮 而是靠了我们的制度 靠了我们的立宪制度 就是一直以来大家都在说这个明治维新是一场非常成功的变革 它也是这个日本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标志 然后应该说没有明治维新的话 日本就不可能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种说法都是很多 而且明治维新也都是这四个字 也来自于汉语的经典 然后这些东西就让咱们大家觉得 为什么明治维新在近代能够成功 但是我们的洋务运动 我们的戊戌变法 我们的清末的宪制度 为什么就成功不了 这里边是有什么原因呢 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点 于是在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就给出了很多的答案 比如说因为明治维新实行了立宪制度 所以说它才能够打败封建的中国 才能够打败奴奴制的俄罗斯 他才能够在近代崛起 但仅从甲午战争本身来说 其实这场战争的胜利与失败 很可能与明治维新并不是有很必然的联系 实际上就算日本没有明治维新 咱们倒退几十年到1850年代 日本刚刚对外开放 刚刚被美国打开国门的时候 它实际上也买了很多军舰 而那个时候的中国的军事水平也并不是非常高 双方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已经很难说到底中国能赢还是日本能赢了 所以我就一直在说 甲午战争的中国的失败 很可能并不是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个人对这个是持很强的怀疑态度 关于甲午战争 实际上现在著述也很多了 我最喜欢的是陈岳老师的那一本《沉默的甲午》 里边就提出了很多在当时战争之中的一些具体情节 就可以让大家看到实际上在甲午战争的发生爆发 包括一直到战争的进行 到的结束 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 它实际上更多的是存在一种 中国并没有以全国之力来对抗日本 而日本是以全国之力来对抗中国 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种力量上的很不平等 所以有了这些基础的观点和思路以后 我就重新反过来看明治时代的历史 它真的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就只有我们应该搞宪政 我们应该开国 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 是这样子吗 因为我本人就比较喜欢明治维新的这一段历史 所以说我是特别不希望它成为任何一个派别 或者任何一种观点的佐证 我还是更希望它能够回归它本来的样子 就是作为一个历史 从历史本身的观点去看它 所以明治时代 这44年的时代 无论它在数字上取得了多少成绩 我觉得也无法从天然的方式上证明 明治维新就是一个成功的改革措施 应该说仅从各个指标和数字上来看 包括从甲午战争 日俄战争的两场战争的胜负来看 明治时代可以说它是成功的 但是就是随着各国的研究者发现 就是这种明治时代的成功 很有可能并不止和明治维新本身有关系 它很有可能与比如美国试图开拓太平洋的贸易中转战 比如说英国希望在远东 能够找到一个对抗沙皇俄国的 向远东扩张的这么一个支点 与这些东西有关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区分 到底哪些是明治时代的东西 哪些是明治维新的东西 我们如何能把这两者妥善的界点开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而实际上在明治初年的时候 所有的明治维新智士们 把这一场改革的运动 它不称作维新而称作异新 另外就是明治维新的内涵边界是一个很不清楚的概念 比如说我问大家 大家觉得明治维新是结束于哪一年 哪一个事件 这件事情不只是在公众界 在史学界实际上也没有定论 目前来说有很多种说法 比如说1872年的费凡之线 1877年的西南战争 1885年创设内阁的制度 然后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 1890年开设帝国议会 然后1894年废除和英国的不平等条约 1895年赢得甲午战争 1902年签订日英同盟 1905年赢得日俄战争 1912年和美国废除不平等条约 这都是史学界提出来的一些观点 另外就是明治维新的内涵边界是一个很不清楚的概念 比如说我问大家 大家觉得明治维新是结束于哪一年 哪一个事件 这件事情不只是在公众界 在史学界实际上也没有定论 目前来说有很多种说法 比如说1872年的费凡之线 1877年的西南战争 1885年创设内阁的制度 然后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 1890年开设帝国议会 然后1894年废除和英国的不平等条约 1895年赢得甲午战争 1902年签订日英同盟 1905年赢得日俄战争 1912年和美国废除不平等条约 这都是史学界提出来的一些观点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第一条 大日本帝国由万事一系的天皇来统治 这样的一条宪法条文 它在其他的国家都很难能够出现 刚才说的每一个时间点 如果把它作为明智维新的结束点 都有它的道理存在 也史学界也都可以找到任何一个方法 把它自圆其说 但是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 上述这些事件几乎已经涵盖了 明智时代的所有大事件 所以说咱们在 咱们现代人在考虑明智维新的时候 咱们经常是把它和明智时代划等号 所以说在我看 明智维新本身 它应该是一个针对国家主要的政治体制上的一种改革 而其他的 比如说像军制上的一些东西 像经济上的一些东西 像文化教育这些东西 我认为都应该是明智维新附属的一些东西 而并不是它的核心 并不是它的核心所在 而且我在查历史的时候 发现其实在明智初年的时候 维新作为一个词语来说 它的意义并不完全固定 比如说早期的时候 明智三年1870年 曾经发布过一篇叫大教宣布照 这个诏书主要是关于神道教的一些改革的问题 然后这里边就用了一个百度维新 就是很多 在很多方面都有维新了 但是这个地方的维新并不是 但是这个地方的维新说的并不是变新了 正相反 这个地方的维新说的是 恢复了旧有的传统 重新信仰 神道教 而且明智前十年实行的一些政策 你从现在看来是有一些很唐突的东西存在 比如说最主要的1872年的那一次 费帆至宪 而这个异心是从哪里来的呢 实际上它是从1867年 这个王正复古大号令里所来 王正复古大号令呢 指的就是说 天皇现在要废除幕府了 然后他要重新亲政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我们要改革 所以这个时候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这叫一新 所以在1872年实行了非凡制限以后 整个国家又陷入一种动乱之中 你这种动乱一直到了187374年 才差不多开始得以消解 所以有很多我们现在看来好像很先进 好像做的很好的这样一些事情 在当年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错误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愚蠢 很轻率的这样一个举动 而在大九宝利通的政权里呢 也就是1875年以后的明治政府里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过去江户幕府时代的臣子 大概有大概占据了整个官僚体系的50%以上 所以我们就发现 维新这个词实际上暗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 它是要把这个国家进行改革 但是另一个方面它又要恢复这个国家的传统 所谓的传统就是要恢复到 一千多年前天皇天皇真正的时期 而不是把权力让渡给幕府 让一个五家政权来统治这个国家 所以说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这一个词里边维新这一个词里边 它同时含有复古与改革两个含义 而这两个含义也就成为了明治维新 他整个过程之中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换句话说 就算是大九宝里通这样的改革的先生人物 他们没有办法避免我重新任用一些旧幕府的臣子 来帮助我这个国家继续运转下去 大九宝里通去世以后 他派系之中最重要的一个接班人 就是伊藤博文 而伊藤博文也成为了这个国家 真正得以缔造的一个重点人物 也可以再多提一句 到了193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日本的民间右翼和中下层军人 对这个社会非常不满 于是他们喊出了另一次改革的口号 那就是昭和违新 昭和违新与后来的226事件是很有关系的 他们对社会名流发动了很多次刺杀 发动了很多次袭击活动 但很有意思 他们就喊出了两个口号 第一个口号叫做尊皇讨奸 他们要重新 也是要重新尊重天皇 要让天皇来亲政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们又要喊着要国家改造 他们又要改良这个国家 所以有意思的就是 违新这两个字 它就已经不是当年 周遂旧邦齐命违新里边 那里边所谓的违新了 而变成了一种复古和革新的一种矛盾统一体 这个事情 其实英国人 其实英美人也发现了 所以说英美人 他们在界定明智违新的时候 他们用的称呼一直叫做 Megi Restoration 也就是明智复古 他们用复古来定义明智违新 所以明智违新既然是一场复古和革新的矛盾统一体 那么它其中的各种类型的改革 就都会是交错在进行的 它不会往某一个方向去偏 比如说我们历来认为 明智违新是一场欧洲化的运动 比如说福德玉吉也提出来脱亚入欧 对吧 他写了那篇脱亚论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西江龙盛大九宝里通这些革命志士 这些违新志士 他们之所以有了改革的冲动 其原点并不是西方的书籍 而是诸子学的经典叫禁思路 而在明智违新的过程之中 我们发现这个国家除去导入西方的制度 比如三权分立这些制度 除了导入这些制度之外 他也在致力于恢复这个国家曾经的传统 比如说他建立了神旨观啊 用神旨观 然后他重新宣扬神道教 然后他让天皇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袖 而且进入到21世纪初期吧 其实日本学者也发现 福德玉吉可能完 从来没有提出过脱亚入欧的这个事情 甚至连脱亚论这篇文章很有可能都不是他写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脱亚论这篇文章 在日本的战前 二战之前几乎没有形成过任何的影响 所以说这也让日本人自己也开始反思 这个明智维新到底是不是一个全盘西化的过程 结合我上述所说很明显的不是 他在西化的过程之中 他也要恢复自己的传统 而国家结构上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日本虽然参考了英国参考了德国 他们的经验而制定出日本的宪法体系 也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 也可以叫明智宪法 但是西方人所谓的这种政党制度 他们要求的政党制度 要求的三权分立 要求的男女平等 这些东西一直拖到战后美国改造 他们才算实现 实际上在整个二战之前 日本一直没有实现一个完整意义上西方的制度 而且就算到了现在 日本的社会依然存在着大量和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现实的形态 比如说他表面上虽然实行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和宪政制度 但是他依然形成了单一政党长期执政 日本自民党一直坐在宝座上 多少年都没有下来过 而且在2012年重新就任了以后 好像自民党的盘子又稳了 再比如说西方倡导女性应该独立 女性应该出来工作 但这一点在日本就长期没有得到实现 日本的男性的地位显著高于女性 而且是长期的 另外就是政治家 还有高盈利行业 比如像医生 比如像艺术家 他们这些人就开始出现了大量的世袭化 这个在西方国家都是很难能见到的 另外就是比如说法院在判案的时候 日本的法院会非常明显的侧重于检察院 还有警察的意见 就是说他的三权分立 虽然说表面上也已经做出来了 但是他实际的运转并不如西方那样 真的做到了这一点 他实际上还留下了很多 我们是官府这样的一些遗产 一些遗迹 等于说日本社会仍然有一条有形无形的规则 这种规则可以追溯回明治维新 甚至更早 咱们从实际的统治角度来看 这个明治时代的日本 他们对于民间的资本 给民间资本加了一个政府的信用 等于说加上了红顶 然后同时他的官僚人才 直接从面向全社会的高等教育之中产生 然后同时尽全力 就是叫集中权力 把全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然后对新占领的地区 还有民族实行了这种半军事化管理 然后国家项目建设 也以压榨底层农民 是吧 这个低价掠夺土地这样的形式来去做 然后这种严苛的程度 实际上与清朝是很像的 甚至是比清朝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在民智国家的发展过程之中 我们就发现 他实际上并不是只有一条线在走 并不是只有一个学习西方 这样的一条线在走 他事实上是两条腿走路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方面他在走西方化 近代化的这一条路 但与此同时他又要走 他内部的传统化的这一条路 甚至可以说他的每一条 就是每一条西方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在实行的时候 都要以传统化来作为他的一种背书 但正是因为明智时代的改革家 他并不完全占有高层权利 他的很多民意权利是来源于天皇 来源于这个最高的政治正确 所以他就必须把这一条作为宪法的根本 这样他才能够去施行他的改革 所以这个也就让明智时代的日本人 充斥着自我的矛盾 比如伊藤博文就是他作为一个曾经留过学的 这样的一个有知识的日本人 他很热衷于西方的君主力限制 但是也正是他在帝国宪法里加入了刚才我说的那一条 由万事一系的天皇来统治 这也就给后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 就是埋下了一个隐患 又比如说自由民权运动 自由民权运动是1870年代到1880年代 日本非常重要的一次民众运动 他培养了很多民主的意识 培养了民众对于自由的向往 然后他也促成了日本最终开设国会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运动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他在1890年代之后 然后为了争取很多老百姓的支持 然后他们不断的煽动这个战争 然后他们正是因为他们不断的煽动 所以才逼着日本政府 必须要在1894年这个时点打响甲午战争 必须要在1904年这个时点打响日和战争 这些里边都有这些这个当年的自由民权牌 他们的一些挑唆和煽动 而这里边也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 比如说后来被咱们誉为右翼头子的这个投山满 是吧 投山满就是崛起于自由民权运动 而投山满他还在奉行另外一场运动 那就是所谓的亚西亚主义运动 这个亚西亚主义运动呢 旨在就是帮助中国帮助朝鲜 这看似是很有人情味的东西 而且投山满作为顾问的这个黑龙会 他也确实帮到了孙中山来进行辛亥革命 这都是很有意思的 这就是很进步很有意思的这个一些事情 但是这些但是这个亚西亚主义到后来发展也逐渐变形 最后就成为了二战时期这个大东亚共用圈的一个烂商 所以说呢书里的明治维新时期的各项政策 我们就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明治维新提到的职产兴业 这是一个典型的重商主义政策 但那个重商主义政策最开始并不是在明治时代就产生 而是在18世纪中期江户时代的这个田找改革 是有一个当时的幕府重臣田找益次他进行的改革 其中就已经开始出现了重商主义的这个这个开端 然后比如说明治维新实行的这个要充实海防 这件事情要让海防做得更好 要我们要建立海军 那这个东西也并不是从明治维新才开始 而是在鸦片战争时期 日本为了为了应对鸦片战争的这个危机 而进行的天保改革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进行了 而木末实际上江户幕府也进行了大量的改革 这个改革之中的很多策略都成为了后来明治国家得以建立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 如果说省去了岛墓运动 省去了维新知识 代替幕府高官而成为国家精英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某种意义上改革很有可能会以更加和平 更加无害的方式来完成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从1868年到1877年这十年之中 整个明治政府一直处于互相争权的这样一个态度 这态势之中 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很少很少能够得到实行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大家不停的在你争我夺 不停的在互相在这个高层政治之中互相倾压 互相怎么说呢 互相排挤 甚至于说把西乡龙胜这样的维新的重臣 也给排挤出了政府之外 直接导致了1877年的西南战争 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内耗 你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非凡制限是把封建时期的统治制度给干掉了 然后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中央集权的制度 但问题在于当时日本对于地方的统治并没有一个满整的蓝图 所以说最初的时候 日本明治政府的态度是希望能够把藩还继续留着 只不过是把人员能够自让让人员能够自由的流动 这个尽量的能够维持一个社会的稳叛 但是在1872年那一年明治政府遇到了信任危机 这个他们组建起了新的政府以后 这个新的政府运转效率非常低 比当年的江湖幕府还要低 如此低的效率就让老百姓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要出具一个非常具有爆炸性的政策 所以这个时候幕府的很少部分的官员就提出了非凡制限的想法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非凡制限的想法从提出来到形成一个文章发布下去 前前后后一共只有五天的时间 换句话说这个非凡制限的思路本身是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 他也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 就由明治政府用一种强制力把它推行下去了 他同时在整个日本也出现了这个大量的问题 明治第一个十年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 他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于他推翻了 他推翻了一个江湖幕府这样一个成熟稳定的官僚体系 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完全建立起另一套官僚体系来替代他 那这个过程之中就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到差不多大九宝利通 他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以后 才差不多算是得以消解 其实对比起所谓的明治三级也就是木户孝允 大九宝利通 这个西江龙胜这些人来说 伊藤博文他无论是名望还是知识水平 在早期的时候都是比不上的 但是他为什么能接过这个棒 然后帮助日本实现了立宪呢 其中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伊藤博文和他们做事方式不一样 我刚才提到了非凡制限 这一条法令在从提议一直到通过 到实行整个也就过了不到五天的时间 这是一个很草率的行动 但是在伊藤博文之下 所有的事情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官僚化的 这样的一个运作模式 也就是什么事情 要先有一个动议 要先有一个汇报书上来 然后大家几个人围绕着这个汇报书 做一个探讨 然后再广泛的听取不同政治群体的意见 然后再把它实施下去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在伊藤博文时期 他干的事情非常少 但是他每一项事情都会踏踏实实的 都会踏踏实实的得以实现 伊藤博文在执政的时期 他面临的最主要的威胁就是天皇身边的人 也就是一些由旧的公家 旧的高级武士组成的一些所谓的宫中集团 而宫中集团是颇有一些邪称子以令诸侯的意味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明治政府奉明治天皇为最高的统帅 为最高的领袖 这个时候他身边的这些公中集团的人 就有的时候会假托明治天皇的号令 然后来命令下边去做一些事情 同时呢 这些人他们也出于自己的利益 他们有的时候会去教导天皇 让天皇去和他们自己想的一样 这样逐步的去影响天皇 改造天皇 让天皇来办他们想办的事 让权力集中在这些公中集团的人的手里 如果按照明治第一个十年那种 为双方剑拔弩张的态势来处理这个事情的话 很有可能会引起这个国家再一次陷入动乱 但是伊藤博文并没有这么干 伊藤博文他选择的是合作 他首先就是在1885年的时候 他选择加入这个公中集团 他成为了公内卿 作为公内卿的期间呢 伊藤博文不停的在吸收原来公中集团的人为己所用 同时他和这些同时他又照顾到了这些人的利益 给这些人某种意义上以台阶下 这就让他在公中获得了非常高的威望 同时他还负责调节天皇还有公中集团 他们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这样的话就让伊藤博文成为了一个这个斡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也就让他成也就让他在这整个明治国家的体系之中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人 而他本身又是一个呃就是赞赞扬这个呃这个君主立宪制的呃 希望能够开设宪法开设议会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这样的话就让这个国家走入了正轨 就很多人在评价明治宪法体系的时候呢 总会拿明治宪法第一条这个万事一系这一条来说事 就会说啊你这是假立宪是吧 日本你还是在走过去的那一套这个呃 封建啊专制啊这样的一个道路 但实际上呃在整个呃 宪法在定立之前实际上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之间是达下了 是达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条条款叫做基务六条 而这个基务六条其实写的洋洋洒洒的 但是他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条款就是 在没有得到专业的国务大臣去辅佐你的时候 天皇你是不能够参加国务会议的啊 换句话说天皇你有统治这个国家的权利 好这个我可以承认 但是你这个权利需要经过一个专门的人来得以实现 如果这个人不同意你的观点 那你这一点这一条的这个统治权利是无法得以实现 就比如说天皇如果想通过一个关于财务的法案的话 那他就要必须经过财务方面的辅佐大臣 也就是大当大臣的同意 没有大当大臣来同意的话 天皇你的这个财务上的呃 这个法案就无法得以通过 因为我不签字 那你这个东西就不是法令 他就生不了效 所以说天皇虽然拥有理论上的大权 但是这个大权在实施的过程之中实际上是被加了很多坎的 比如明治宪法的第四条就明确规定天皇的职权 天皇的统治权必须要通过宪法来实行 换句话说如果不经宪法 他的权利也无法实行 我不可能在违背宪法的情况下发一个照文 这个事情已经是被宪法所禁止了 呃 经过这样的一串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明治23年 也就到了1890年帝国议会开设的时候 实际上天皇和政府之间的权利是达成了一个相对意义上的稳态和平衡 也就是说我们尊重天皇你作为一个最高统帅 然后的权利啊 你也可以 你也有权呃 说一些你的话 然后但是呢 我们政府方面也保有了呃 政府在这个行政方面的专段的权利 只要这个这个法令我们提出来了 那我们就有权利把它彻底的执行下去 而这样一来的话就会让整个分工责任能够明晰化 而这一点呢 可能呃 虽然我不是我是一个不太了解清史的人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比清朝后期要相对明确一点 就是他不会出现正出多门的情况 就是所有的呃 法案 所有的命令必须只能通过呃 这个以同一个中央级权政府的同一拨人来实行 而且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认为明治维新从1868年到这个1890年 他实现一共才过了二十几年的时间 就算是到明治时代结束也才只有44年的时间 那明治时代这个日本就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体制转型 我们认为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 实际上日本在实现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 他走的速度其实也并不快 比如说他比后来的清末立线啊 走这个预备立线这个预备立线时间又要缩短 比这个期间他走要慢多了 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就不停的在传统和西化之间找到一条这个呃 可以走通的路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让所有人都能满意 可以说是改革没往前走一步 传统也就要往前走一步 这样的话传统和改革就彻底的配合了起来 在改革的过程之中我们都会产生一些改革的成本都会伤害到传统和保守派的利益 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能够另一种方式去尊重传统 去这个把握传统的脉搏 那这样的话传统的这个传统的成本就是这个改革的成本就会得以降低 因为重视传统的人他会认同这一点 他就会觉得虽然你做了一些改革的措施伤害到了我的利益 但好你还很尊重传统 你还确实愿意保障我的作为传统保守派的一些利益 那好那我这个事情我也可以允许你去做 我甚至可以加入你 我觉得吧从某种意义上说 日本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至少从名义上是万事一系的天皇 我觉得是很幸运的事情 就是他能够找到一个在改革之中 他能够不变的一个一个稳固的主轴 实际上这个主轴现在一直到现代还没有变过 就是天皇无论他换什么身份 他作为天皇都一直存在 这一点对于传统派和保守派来讲 在改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是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明治时代那样一个 可以说是这个这个世界列强 欧美列强都如狼似虎的这样一个年代 这个是这样 就是明治宪法中的一些漏洞 比如说他过度的强调天皇的民意权利 这一点在后来的这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 被军部的人抓住了这个把柄和漏洞 然后成为了他们架空政府替代政府的 这么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但是他和发动战争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日本在没有立宪之前 他也发动过对于台湾这个的侵略战争 我说的这个只是一种假设 就是说在幕府时代末期的时候 实际上日本也一直在进行改革 它的步伐并没有比后来明治维新初期更慢 而且某种意义上它因为走得更稳 它实际上带来的影响会更加深远 其实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 变革和改革虽然某种意义上也在进行 但是说明治政府在建立的前五年 它实际上做了很多对社会有倒退意义的事 举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以前这个江湖幕府时期 每一个番禁线的这个米啊 禁线的米和这个钱两 然后他这个呃在当地就 他集中在当地就可以了 幕府人员回头在那个呃进行全国的这种征收 然后这样的话 它的成本相对于是比较低的 但是说到了幕府这个 但是到了幕府灭亡这个变成了呃呃 明治政府了以后 明治政府要求把所有的钱粮直接送到东京 那这样就在这个呃 在这个普通的钱粮之外 又多了一笔运送钱粮的费用 而这个运送钱粮的费用又被摊到了当地农民的头上 所以说明治初年的时候 明治前十年整体的税率是要显著高于江湖幕府的 但是西南战争是一个很奇怪的战争 就是西湘龙盛在这整个的呃这个作战之中 他真的是占据着一个呃 实际意义上的领袖地位吗 实际上这个在最近是有一些质疑的 比如说这个他在生前见的最后一个外国人叫做萨道爱之助 是一个是一个英国人起了一个日本名字 然后这个人和西湘龙盛的关系非常好 据他自己的回忆录记载 他在最后一次见西湘龙盛的时候 西湘龙盛是被十个武士架着来的 而且当西湘龙盛说啊 你们不要再跟着我的时候 这十个武士依然架在他的身边 不让他和这个外人有过多的接触 就某种意义上西湘龙盛在后来是有一种被裹挟的这个色彩在里面 所以说在这种裹挟的色彩下 西湘龙盛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 比如说他最开始的时候只是说啊 我要去一趟大阪 我带着兵去大阪 跟大九宝的朋友聊一聊 跟我的老朋友大九宝聊一聊 但是这种事情就是在在政治上 就是一个很幼稚的一个一个行为 就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这样做 到后来会调剂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策略 而且他到了熊本城去打仗的时候 这个具体的战役战术 他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规划 他只是说啊 到了那边 我的老朋友化身自己会成为我的 这个会成为我进攻东京的这个 一个重要的棋子 疾病方面确实不太了解 我们不太做军队这个检员方面的这个研究 另外一点就是说 很多人认为西南战争和 之前对于武士的这个加入的处分是有关系的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之前在处置加入的时候 大酒保里通特地给路尔岛县开了一个这个一个优惠政策 这个优惠政策是极强的优惠 所以让路尔岛县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叛实力 恰恰是因为政府太放纵了路尔岛县 然后所以导致西湘龙盛在当地形成了完全由他自己自主的势力 就是由西湘龙盛在当地开办的那个学校 四学校当地就是说实际上他是笼络了很多旧的军官和旧的武士子弟 而这些旧军官和武士子弟的后来就成为了路尔岛县这个的警察系统和公务员系统的人物 换句话说整个路尔岛县是是出现了路尔岛县和这个叫四学校一个双重管理制度 比如说当时全国的所有县完全不可能出现本地人当本地官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当时明治政府严格禁止的 但是只有在路尔岛县 全国只有在路尔岛县 当时全国有300多个县 整个全日本只有路尔岛一个县是任用了他本地出生的大山岗粮 大山岗粮还是西湘龙盛和大九宝的好朋友 所以说就是在从1874年 当时这个西湘龙盛被贬退回了这个员级了以后 一直到77年战争之前的这四年的时间里 实际上西湘龙盛和他的四学校一直是在明里暗里在统治着整个这个路尔岛县 路尔岛县等于说是一个半独立的国家 在当时来说 这个这也是他到后来去这个反叛 也不是反叛吧 就是说和中央政府能够形成对峙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就是四学校又不是一个完整的官僚系统 他这里边有太多的这种旧式的帮派主义的存在 然后再加上实际上四学校的主要事务又不是由西湘龙盛在管 而是由同野力秋和小原国干这两个大象来管 所以这也就导致了整个这个战争 呃整个西南战争在打的时候缺乏一个就是总体的战略目标 也缺乏总体的打仗的一个设想 他那个我那就现在胡说几句哈 呃我听到这个消息之水呃朋友他说呃 就是日本那个呃搞那个海军吧 好像是在呃明治初期哈就有他说那个力量吧 可能当时呃跟那个大清已经不相上下了哈 呃我认为他这一点呃指出的也很好 就是说日本呀跟大清相比可能啊 他是一直就不是落后的 他只是说后来吧 他个差距拉的越来越大是吧 然后吧呃以前我说过我说呃就是在江湖时代哈 他日本他商业非常发达 然后城市人口非常多 然后甚至比欧洲还要多 然后他的教育水平又比较高嘛 然后说男子实质率达到四成到五成嘛 女子都达到了二成呃 然后我说吧你看日本呢 他这样的呃一个呃水平吧 可能比中国历史上最发达的时代可能就是北宋时期 北宋中期他那个教育水平教育普及度还要高哈 就说你看当时甚至比欧洲哈 他的那个城市化水平还要高 我觉得这个成就真是在农业时代啊 或者说就是在前工业时代 在在这个水平哈这日太了不起了哈 然后吧我就说呃到了就是明治日本啊 然后就是说日本他那个教育吧哈就普及又很高嘛 然后就说我就说嘛就是说对于这个近代的这个兵器嘛 热兵器啊大炮啊什么东西啊确实是需要呃就是说人的这个教育水平非常非常高啊 我认为教育水平非常高他肯定就是说对使用这些兵器啊啊掌握这个现代的战力是更有利的嘛啊 所以说他们能打赢啊就是说其中的一个要素也跟这个有关系 因为人家教育水平也高嘛哈 你像大清那些当兵的将官的话就说当兵了吧 我我我我估计啊肯定大多数也都是文盲是吧 那就是有先进的武器吧可能他在掌握和使用方面肯定效率啊比那个日军要差对吧 同样一件兵器哈他的使用效能可能就比日军要差啊 当然了就是有些时候也例外嘛 我看嘛兄弟人他们那个军队嘛 然后他们去练炮兵嘛 但是呢他那些可能呃很很好的一些技术人员吧 可能也有美军来担任啊 或者说也有一些可能选派的这个大学生啊什么的啊 但是有些医生是视频吧通过经验和训练吧 就是他也能完成一些操作 甚至也挺很好 但是他没有那些人员的配合肯定也不行 明治宪法出台的文化背景啊 他这个题太大了 反正就是说简而言之就是当时其实是明治政府本身想树立一个权威 想树立一个这个以天皇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呃 心形的政治正确吧啊 所以说呢他就在明治宪法里加入了这一条东西 但与此同时呢 其实当时日本民间是太主张就是把天皇的地位放的那么大 他是希望天皇是走一个虚军的路线 然后呃这个凡事由议会来决定啊 这一点后来就是呃明治政府做了一个妥协和调和吧 就一方面有议会但是议会不让他长太多的权 然后这个主要的权力还是由明治政府本身来长 然后就等于说是在天皇和呃议会之间吧 就是在皇权和这个民权之间加加达了一个官僚体系的这样一个权力 就是是由官僚来主导的国家 对我觉得周老师这个说的也很有道理 就是说呃其实日本在江湖时代就已经不是一个很差的社会 他的商业也很发达 与此同时他的这个社会 就是他的那个呃就是城市的治理和布局实际上是非常好 另外就是他对于老百姓的钳制和压迫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 呃然后就是包括教育方面啊 这个十字律啊 很多方面这都是有有史可查的 就是呃日本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很差的社会 相反他很有可能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先进的社会 甚至这一点是连西欧人都无法反驳的 其实在甲午战争时期的时候呢 呃清朝军队尤其北洋军队吧 北洋军队的训练水平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就是正是因为他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所以他还能够跟日本僵持个半年多 就是小九个月的时间 就他还能跟日本僵持这么长时间 如果他没有洋务运动时期的发展 很有可能这个这九个月的时间他都僵持不了 因为在这个一万五几年的时候 日本已经那个从西欧买了七八艘船 什么贤林丸啊 是吧 这个日本丸啊 就很多这个幕府的这个军舰 在当时也已经很能够形成战斗力了 就是如果说在那个时候 日本幕府的陆军和海军和清朝的军队打一仗 说实话我也未见得中国就一定能赢 相反很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会败的更快 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洋务运动做了一个改良 实际上洋务运动的发展可能并不差 也并不慢 这个只是因为可能他的基础和基础 基础有点差 所以说这个他不向日本发展那么快 尤其是在教育啊 这个人力资源上的培养上 好那我再补充啊 我听到你说就是说比如1850年代啊 中日之间啊要进行一场交手的话 那么中国很有可能也失败的更快 这个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你说他当时跟太平天国交手 你看那是什么状态 对吧 那个呃 比如说呃 太平天国战争吧 包括免军战争啊 算是锻炼了一部分军队 尤其是这个怀军吧 啊呃就说呃那个他们在实战当中吧 就是说他这个战斗力吧 包括他这个团队凝聚力啊 指挥啊 他肯定都是提高的哈 呃但是呢 我又注意到吧 就是李鸿章他这个人 他怎么说呢 他他跟郑国藩啊 他的一些理念啊 至尊的理念啊 做官的理念 他都有一些差异吧 我感觉他这个人吧 呃有一些脾气 然后特别的实用主义啊 就是说他管理军队吧 就是说啊 怎么说呢 就是说他呃不是特别看中啊 什么操守啊 然后什么呃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吧 就是说我感觉他的这个军队啊 就是说呃腐败吧 低效啊 这些因素吧 也跟他的一个理念也有关系 他这个人特别功利 特别实用主义哈 我觉得他来掌控这个呃北洋啊 部队啊海军啊什么的哈 我觉得呃就说啊 就是有一这个巨大的这个缺陷吧 留下了这个巨大的这个隐患哈 但是怎么说呢 但是整个中国吧 呃就是说当时吧 这个这个环境吧 你看他就是自身的那种腐败的这么一个环境 如果李鸿章他不是这样的人吧 恐怕他这个位置他还坐不稳 哈 我就说啊 这个东西啊 也真是不好评价啊 因为换成是曾国藩吧 我觉得他可能在中选方面可能他真是非常困难 把他坚持一些原则吧 哈 那可能还不容易这个维持哈 我觉得地域辽阔是一个方面 但是可能更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是思想意识上比较落后吧 就是呃 我记得陈默德加武提到一个细节 就是当时北洋舰队实际上从这个广东水师借了两艘船嘛 广义和广丙 你看他那个名字就是广州水师嘛 但是广州水师借过来的 就是他这个水师和水师之间是有不同的官僚体系存在 所以说当时这个广义和广丙被日本人俘虏了以后啊 呃 李鸿章专门写了一封信给 呃 不是李鸿章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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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赖着忘了 就是写了一封信给一东右亨 就是联合舰队的那个司令 就说啊说一东掌官你能不能把广义和广丙还给我们 然后呢我再给你找别的两艘船就是代替这两个 然后呢因为广义和广丙是广东水师的船不是我们北洋水师的船 所以说呢这个这个你能不能还给我 啊结果一东以后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很奇怪 奇有此理我服了服东西还能还给你 啊于是这个事情就给他拒绝了 拒绝了以后后来北洋水师还赔了广州水师一笔钱 就说啊对不起啊我们借你的船借完了以后 这个啊把把你的船弄丢了啊 这个给你给你赔点钱 但是这种事情就是那你很难能想象 这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踏中的事情 啊那个最高领导吧啊 他的这个呃思想啊作风啊啊品性啊 他也特别有影响力 就是我说就是自己代后嘛 以前我们群里也讨论过 就说自己代后吧 特别的奢侈啊奢迷啊 然后追求一些物资享受哈 就是不如以前的一个什么道光啊 甚至北宋的一些皇帝啊 他们这么节俭哈 起码人家有这种诚意吗 甚至我说宋高宗赵钢 他他他还有一些呃节俭点的这个表示 当然了就赵钢把他做太阳皇的时候吧 就特别奢侈 然后就是啊还还炒房地产啊 他还炒房地产 他虽然是太阳皇 但是就是每年的开销啊都特别大巨大哈 然后我觉得慈禧吧 就是说李鸿章吧 他肯定也要啊取悦这个慈禧 应该花了北洋的那个水军的那个海军的那些好多钱啊 呃慈禧和海军军费这个事好像是这样的 我当时好像也是陈岳写的就是呃 其实当时并不是他挪用了海军军费来修义和元 而是这笔钱在借出来的时候 他就他就是为了修义和元 只是他写上了海军军费 就是北洋水师军费的这几个字而已 他并没有他并不是挪用 他只说我当时是在官僚体系在借的时候 我就是这么借出来了 所以说到到你到现在看来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挪用军费 那实际上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就当时清廷经常这么干 就是说呃把一个要用来干干这个官方的宫廷修修费用啊 就这种东西以另一个名义借出来 这种事情在清朝就非常常见的一个事 啊刚才说的这个呃广东水师啊 他的这个事情吧 可能就是说明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国族认同啊 民主主义可没没有兴起吧 可能呃 与这种就是说比较近代的这种观念啊 就是他们这种共同体的意思没有形成 他有很大的关系啊 可能日本他已经形成了这种观念了啊 可能就是大清吧 那时候还没有形成大清 这种形成可能就是呃 清俄民粗吧 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 呃当然还有好多的方面 啊比如说甲午战争都爆发好多年了 比方说都四五年五六年了 可能就内地啊什么湖南省他们都还不知道啊 你看这也说明这个消息的闭设哈 包括就是说呃就是说尤其是这个这个 这个包括包括独书人可能他们也都不太了解 就是他们这种意思啊啊 就是说也都方面特别差嘛啊 别说这些底层的这些农民了啊 他们更不知道啊 可能这个独书人的整个观念吧 可能他们也都比较落后 你看这么重大的事情 他们都过了好多年还不知道 啊呃然后吧就是说呃以前不是有那个 关于那些双传画吗啊 啊好多可能内地的人甚至都以为 呃那个就是清国吗战胜了吗啊 但是才是有好多人他不知道发生的这件事啊 啊然后就是有好多人可能认为大清国还战胜了呢啊 呃那我算是一个制度论者吧啊 我一般考虑问题啊都是从这个制度来考虑啊 刚才呃飞边朋友说啊造成中国独书人啊 关键落后的因寿啊是冷兵器思维的后果啊 我就不太同意这种观点啊 我认为归根结底啊还是这套制度啊 但是就是说啊明清的这套制度 中国的这套地制制度哈 他的本质啊或者他的发展演变啊哈 可能都需要我们去深入的认识哈 就是说呃他这个本质啊 他这个运作呀哈 他带来的这个结果啊 他新的生成的原因啊可能都需要我们啊 就去深入的了解吧啊 啊说这种地域隔阂啊 他是怎么生成的呢哈 呃我我觉得吧呃就说这种东西好像是很自然的 你啊哈啊好像其他国家可能也都有存在啊 但是中国可能他啊 比如说他是有这种啊所谓的乡土社会插序格局嘛啊 然后家族本位啊 然后就是啊他形成一圈一圈的就是这种认同的认同度减弱嘛 然后比方说我是这个圈的然后我对这个圈的认同啊要超过乡啊 然后乡啊 然后吧还有就是在权力的呃比方说那个呃在明明朝吧 他有什么出党啊有有什么呃 这党啊 然后他们之间哈就是说靠这种关系嘛啊来维系啊来巩固啊来斗争啊啊 他就啊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说他这个隔阂加深啊啊也跟他这种啊这种传递的这种运作啊 他可能也有关系 呃那我就说两句好吧 嗯 你看历史啊我们也从一个大的那个视角来看 就无论怎么说就是日本人的这种明智维新 包括我们中国啊 到后来形成这个呃洋务运动 包括这个物系变法他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啊 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没有 啊消息之水呃兄吧他讲的有心意哈 就说他对于这个呃日本的历史吧啊 就是名字这段吧 我觉得他研究的还是嗯挺好的啊 挺深入的啊 给大家提供了呃很多这些新的信息吧 然后你看我也听过好多吗 包括我自己也看过一些 然后你们说赵国军老师呀 然后什么马永老师啊 陈浩吴老师他们以前也都讲过啊 但是呃就是呃 消兄吧他的自己的这个心得吧 也挺有心意的 然后啊我听到别人也在说 说讲得很好 然后还私下告诉我啊 这是在曾经的就封建制的这种体制下 呃 这个民间呢 他是孕育着巨大的这个 能够主动来推动这个社会前进这种力量的 而这其实这一点在中国表现还比日本呢 其实对突出一点 这是更加突出 是吧 人家很多就是包括日本他搞明知违星 他也不是自上而下的 他是 那个精英阶层呢在积极推动 你看中国的曾经这个什么 这个洋物运动 也是四大富门 而这个精英阶层在推动 包括这个后来的这个 物系变法 也是这个精英在推动他 也就是说 这种体制下 他是能够做出跟时代相适应的这种变革的 其实他也就是反映了这一种现象 就是说 我们曾经的那种所谓的封建制度 包括我们这种传宗文化 他都能够呢 具有了主动的 适应于时代发展的 呃 这一种活力 而这一种能力 他没有形成呢 这个制度本身也没有形成障碍 这个文化也没有形成障碍 是不是这样 那么这个现在我就想到我们今天的问题 嗯 你就包括毛泽东时代也好 甚至包括今天也好 你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 你明天没有这种力量 你发不出声来 你就包括他大跃进的时候 就说我们已经摸死了人 那么现在已经吃不饱饭了 那么仅仅是一个彭德怀出来 搞了一个万言书 就被打倒 宋悟就现在我就 在思考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 就是到底是曾经这个封建时代 离这个民主宪政 这个现代文明来更近一点 还是我们今天这种体制啊 更遥远了 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反思他 你包括我们曾经 这物系变法的时候 是吧 你几个落地的秀才 落地的书生 他为了出人头地 他就能提出这种倡议 这种倡议 他又是通畅的 他能够上达天厅的 那么今天呢 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 如果你要是提出来了 变得整个这种体制的 这种看法吧 那把党打的毅力 说你颠覆国家政权 这是多大的差别啊 多大的区别啊 跟过去相比啊 这个多大的区别啊 这才是我们面对 我们这种现实问题啊 感觉到一种无奈 真正确实感觉到一种无奈 因为我们经常批判 这个封建时代怎么样落后 我后来我研究来研究去 我得不出过去这个 所谓这个封建时代 中国真正的落后 我得不出这段结论 我说白了 得不出这段结论 他确实是什么 能够实现一种什么样 军民共治 这也是就是 曾经我们这个中国啊 能够跟上历史时代的步伐 这个重要原因 说实吧 这就是 曾经我们那个所谓的 我们所提拔的那种旧制度啊 他能够做到这一点 具有这种活力 反而是今天没有了 那么这种制度是怎样造成的啊 是怎样造成这一种制度啊 我说一实吧 你其实后来就说没有啊 没有那个辛亥革命啊 特别是满清政府 他也能够做出啊 智慧时代的变革 他能 他肯定能 我可以这么讲 那今天就太难了 太难了 你这个民间力量啊 你根本没有办法 你看着这么多避震 是吧 这么 这么的贪慌污力 就这样成熟的制度 你只能妄扬心 他没有办法 你只能待在旁边 你就是 你做的无奈 你只能一种无奈